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十一言堂的YouTube Channel 十一的说话,今天是第几集86集的,Tony和Gary在这里 其实我们很多时候都会觉得在这个暑假的时候要休息一下 但是香港波不其然会有很多话题 其实有很多碎湿湿的话题,譬如我未来会有十一队 这一届的港超联,北区会升班 但是因为北区你看到,我不知道他有什么球员 他连整个青年都是要再招募人 所以有一些我们知道的,例如李志堅去大埔 我又不知道他带什么兵,我暂时不能评论 然后南区方面也有陈文俊 他又说原来不能做会长 主席还是会长? 他是主席 主席 由黄良柏的儿子接任 然后南区的方向我又不知道 虽然他有些新兵 然后杰志又走了一班球员 有些什么人家问呢?我们还是未知道的 李文还有些外国人呢?我还未知道是什么 所以我们不说的不代表我不知道 你们不用留言告诉我,有些什么新闻 我每天都会继续周围去看 我知道的,但是暂时还未值得留言 还有心水埗 可能到时我们就要一个季前的 一两个就未必太多 但有几个球员或者一些球员 我今天就觉得值得说的 第一个就是杰志的阿易斯 他结束了约,其实之前已经公布了 是会离开杰志的 下一站去哪里呢?挺神奇的 他可以回到中甲 加盟这支上海嘉定匯龙 做了一点点功课 这个上海嘉定匯龙 其实是去年2022年才第一次去到中甲 上年排名十三 呼吸成功 今年就暂时去到5月23日 因为我不知道他新的比赛 赛果是怎样的,就排了十五位 因为没赢过球 阿易斯 大家记得了 其实他已经上过去大陆 踢过中甲 甚至乎在大连人的时候 踢过中超 但是大家都觉得很惊奇 凭他今时今日的状态 为什么还可以有这个中甲球队去找他呢? 其实都有几个原因 最主要就是说 这个中甲 可能近两年 因为中国的财政问题 球队财政问题 水准已经下降了 所以就变成一些比较 没有那么出色的球员都可以加盟 大家知道 作为一个香港的龟帕兵 在中国联赛有什么好处 就是他就当是内援 就是这个台 港澳台的内援 就不当是一个外援的名額 所以你变成 你找个外援 把个外伴来 就是赚了外援名額 所以安永佳 新组 基奥这些前锋 都是曾经有一个机会 去到大陆踢球 安永佳大家都说 今年入球成不了 然后回到港队 又不是那回事 很多原因 但是踢完那两场球之后 中甲又有球 两场都有球 然后好像球是追着他 究竟水准去到什么呢 我没什么看法 我就不敢说 但是大家认为 讲回印象 近些几年 其实阿力斯回来之后 大家觉得他的表现 或者你对于他的留言是怎么样 其实其实真的 尤其是回来截至 这两季 疫情 其实他又不是很多上阵的机会 多数是后备下场 还有下场的时间都不是很多 尤其是今季 你看到上半季 其实是好像失了钟 因为他又丹欣 跟着有潘佩軒 跟着有潘佩軒 跟着又 凌加索夫 基本上都不用他 那到下半季 丹欣勞 有时发生 可以在结节踢回几场正选 他是有表现的 他是做到事的 他现在这么靠身体质素的球员 上回到中甲 就是中甲球会 现在班费又不多 你找到内援 身体质素也好 但还跑得下 还爆得下 其实是 回到中甲都有些少少 好处的 那 赚完最后一笔 那 人工都会高 过香港 我想到中甲 就是班费 哪低都好 都会高 过在港超踢的 那 找完最后一笔 我猜不到他现在34岁 我常常以为他已经去到四字头 就是 原来 原来他现在只是34岁 原来他真的在香港踢很久 应该是 十几岁就开始踢了 十八 十八九岁已经来香港踢 越早 大宗还是不知什么东西 那些 好像是越早 大宗是多少 之前的事 就是 我依然是三个年代 那你说 十几年了 猜不到他还是34岁 找完最后一笔 那这笔应该挺可观的 我猜到 他 其实 我自己对他 对上一次的印象 可能已经是 他第一次效力 那时候 就是 那时候应该是入球 那时候入球 产量挺高 但是 像Garry所说 就是 他这些非洲血统的 球员 那其实 他 全盛时期那些爆发力 那些暴大力红 是一定欺负到亚洲人 但是 他上到去 中超踢大连那时候 我印象都 没什么可以出的 因为那个分野太大 可能真的 那个分野都比较大 还有 都 未必是可以完全 可以上到那个水平 我自己觉得 就算他之后 入籍 踢香港队 你说 他踢了一段时间 我记得 14 15年 入籍 如果我没记错 到现在都 差不多 八年左右 你说他代表香港队 哪一场 入球 或者 很关键做功臣呢 我又真是 没什么印象 我好像记得 是否想当年 好像对着关島 还是对着哪一队 好像 好像试过连中三元 还是大四起 就是 他是有一个 但是那时候 对手是比较弱的 所以你说 去到 你说 外围赛好 那些都好 他都 没有什么很大的表现 让我看到 不过 当然 如Gary所说 就是 他可能 现在 中甲的水平 真的比较弱 就是 你看到 刚才Roy都说 安永街 就好像 艾巴咸 那样 大家如果有看 艾巴咸 那些球 就知道 小禁区 彈出来 入球 那些球 我都看过 我都看过 安永街 那些入球的精华 都类似是这样 差不多 所以 都希望 他可以 找到一份 好功 在上面 不要被人拖良 大家最近都知道 就是中超 中甲 拖良 那些情况 都很大 那我想 他上到去 如果 安永街都可以 他应该 都可以的 我猜他 捉他 就是前程次感 真的 2016年 11月 Alex是代表香港队的时候 打这个东亚杯 的俄围赛 第二圈 对着关島台北 都有球 对着台北的时候 就取得四个入球 接在香港 赢4比0 所以 他是 台湾的 杀手 当日 除了这个关島 屠夫之外 那一届 也是外围赛 拿了射手 但最后 就输了 北韩 所以去不到 2017年的东亚杯决赛 那 我不知道 很多人都会说 这件事 当我们去谈及 极致的风扇的问题 又或者我们谈及香港队风扇的问题的时候 都会很多人说 阿力斯去哪里 其实阿力斯是否可以试一下 打一些实力比较强 或者去到香港队 那为什么呢 我觉得他正选的表现是很飘北的 不可以这样飘北是没有表现 近年我看到有代表性的比赛就是 捉重杯那一场对东方 以及阿冠杯那一场对太仔 入了球 反胜那两场 除此之外 为什么一直都没有出场呢 其实在季初就算丹鲁荣 未是和杰志出现问题的时间 而希腊仔还未来的时间 有一段时间曾经想过用阿力斯打一个正中锋 但发觉又是不行 在杰志的体系上 你要打个中锋又不行 但你如果打两边的话 其实有很多人跟你争 他现在有的速度 速度又不是很高 又不是很爆得 技术又不是很高 你说射门 有时候他射的球是挺漂亮 但很多时候把握力也是差一点 所以就算射门是挺熟悉他 挺熟悉他 挺懂得用他 也好 关系这么好 其实你看到也很少出场 我觉得 我不知道是他本身 那个人的 实力只有这么多 还是稳定性的问题 他之前一直不出 是因为他有伤 还是他踢不到90分钟 未来可能在终甲就会找到答案 其实阿力斯入席那时候 是不是跟高凡是差不多年期 我记得好像是前后脚入席 他2015年 高凡是早一点 对 早一点 那时候高凡经常不踢 经常不踢 然后阿力士入席 就狂用阿力士 那一段时间 基本上阿力士入席 就是替代高凡在前面 香港很久了 高凡很久了 高凡是2012年 2012年 是的 不过他经常不踢 是的 因为你看到高凡 他一踢香港队 其实是有表现的 然后他上了中超 上了中级之后 他经常不回来踢 是 应该 他代表都是很少的 之后就是阿力士 基本上都是差不多类型的球员 那都是非洲入席兵 都是靠速度 所以 香港队是不是 好 现在还需要他呢 我觉得不是 香港队现在踢过加波 又不是很适合他 所以 是不是真的 回到中央 找到钱 又想 争取表现 入港队 有些人说 阿力士想这样 其实 安扎臣 又未必 会用伊雷球员 看这么多钱 看看安扎臣是怎么看的 因为 阿力士一定是看不上眼的了 因为在我们未踢这个 亚洲杯俄维赛之前 阿力士有些表现 但是 都没有选到他进去 因为我们觉得 我们外奸 到现在 他其实比较少要用入席兵 他比较是 其实他喜欢用本土多些 入席兵可能是比较少 就是某些位置 你说的龙门 那些 但是你说前锋线上 其实他有其他入席兵的人 可以选 但是都是用本土的球员多些 去到中央 他说他一向都很喜欢一些 在中超中甲外来的球员 上去 那他会不会 看看你有没有表现 如果阿力士真的有表现的话 那会不会有个机会 不知道 但是你说 他一定就不是安扎臣 那个体系的球员 是的 完全不同风格 你叫他逼就不可能逼到场了 但是他十分钟不要起了 应该会 是啊 那就捉他好运 拿到最后一笔 是啊 那 是的 拿到34 踢多 每两年 可能再一年 再回来 再之后 去北区 去其他那些 再找一份教练 或者什么 足球学校那些 都可以的 那再说第二件事 那 有一队球 就变化得很大 而我觉得很值得说 就是东方 东方因为离队的球员 那对于我们来说 都觉得是 有些震撼 虽然传了很久 那 那 第一个呢 就是这个 胡俊明 其实胡俊明 就传了很久 是啊 那 竟然巴到没有 都不足 雖然之前也有人 是传出过这个消息 那 那 朱康铭这些 就不出奇了 是吧 那 下面那个 就新加上球员 王浩然 就未知有其他球员加密 那 先说一下这几个球员先 那 胡俊明那方面 那 其实他 上季在东方 就真的大熟大涌 就是我自己觉得 看他踢球 都挺享受 因为有防守力 然后拿到球的时候 其实他第一下的传送 那些 那个意识上你看到 他也是比起其他的球员 是超班的 我自己个人认为 他应该是可以在 香港队拿到一个 正选的资格 在这个中场维持 那 其实他一出来 已经是说很有潜积的球员 不过又被人推去 可能打一阶 或者这样 去到今年 就可以在这个中场 就长期打到正选 那 你说东方 他那个 他那个 祖军的方向是怎么样呢 究竟是 如果你找到好的 球会乐班 那 每方就不会阻你八达 还是怎么样呢 那 他们 还是觉得 胡逊明可能这些 约完了 或者 薪金 他未必可以给到这么高 别人给到这样的人工 他就给他走 那 会不会东方 以后成为这个兵工厂 这样 胡逊明可以先说一下 你们 其实现在东方是似流浪化 是啊 是啊 就是全部有潜质 基本上如果可以去大会 就是去其他球会都基本上都放的了 你看到 胡逊明其实我觉得 他由安达臣执教香港队之后呢 其实 安达臣 就是train到他的意识上 防守和进攻的那个 手位的配合呢 其实是流畅了很多 因为他以前呢 只是踢防中的 嗯 就是但是 但是他那时候 踢防中呢 又不够硬正的 嗯 整个位置 那反而他现在踢那个位呢 他又不是踢过六号位 他现在是踢过八号位 那样的 你看到今季 就是踢完亚洲杯奥为赛 然后再回来 踢东方这个球柜 努比杜 就是整天推他踢 一个八号位 就是怎么说 就是我形容是好像 謝拉特那样 整天塞入禁区 或者禁区顶射球 做个进攻那个组织 核心 其实今季 就是调教得挺好的 那他去到 就是现在应该是很大机会是李文啦 那如果李文 他又应该有很多发挥机会 因为你看到李文 那个中场其实 买巧封昌射mitt 那个状态匀 倒下跌得那么厉害 其实李文的中场很需要一个 没起紧的怀求园 胡隼民刚好 bak g Local 六号位也踢得八号位 也踢得一个 现在一条亚 layers 那其实他应该可以 如果他可以在李文的中场 担大要 sk accompanied by 其实对香港和声 Joining 更加好的 因为你加上胡锦铭、陈忠诺 其实这个中场我们很好追的 就是两个球员都 利文又有黄威在那里 可以够够够够够 譬如你说盐洛峰 那你要不就弃用他 你要重建这个球员 可能就不要给他那么多工作 可能就打黄威 就简简单单 在后面扫波就算 扫波就交给其他黄威、胡锦铭 可能就可以慢慢建立他的信心 甚至你就不如不要用他 但是你说其他的 迪高那些你可不可以用呢 或者你找黄浩峰 可以在这里打个防装 那就是 都是有球员 在后面可以保护到他的 我觉得所以他利文也是 挺适合的 那就是你说东方那方面 就说余在言会过去 余在言会不会可以 可以取代到他这个位置呢 那我也觉得 是 勞比度就是令到人是非常 就是叫做 有期待啦 对于年青球员的一条教 你觉得呢? 我觉得 在想一件事就是 胡锦铭 我看他踢球 他高大高大 但是那个 用球能力好像都 重要些时间进步 那 我也在想一件事就是 他拍着黄威会有个什么 化学作用出来呢? 就是会不会是 胡锦铭逗厚少少 协助黄威去做 组织进攻那些东西 还是怎么样呢? 因为现在 李文那个 祖君其实 挺积极的 就是我现在去想 每日有时见他们的 那些新加盟球员 我在想 有些什么化学作用 可以做得好 过上季呢? 就是这个 亦都是 我在想的一件事就是 要释放胡锦铭 或者要令到胡锦铭 那个能力 完全全发挥出来呢? 要找一个 可以和他有化学作用的 中场球员 我不知道你们觉得 有谁可以 可以做到这个位置 暂时你说 我在想 会不会 王威和他 一攻一守 或者是两个 就是 可以做到那个 很好的 那个由手转攻的 那个中场的 那个控制节奏 那个名物呢? 这个我也是很期待 不过 很多球员 因为我也都 不是说很深入了解 暂时 所以都要再看一看 其实 譬如我常常都会说 这个 王威 胡锦铭 和陈仲乐 是我自己觉得最好的 一个香港队中场 拍档 为什么? 就是因为上年的 东亚杯的时候 我曾经看过 就是 胡锦铭就比较厚一点 那 陈仲乐 其实就由自己禁区 跑到去 别人禁区 黄威就是 叫做上小时 一个进攻中场 其实三个来说 都有一定的防守能力 也都有一定的控球能力 那个类型上比较像 和 比起 谷盈智和黄阳 就是年轻的 那 算是有些头脑的球员 在我们的香港队里来说 所以我觉得 你说就这样一个 王威加盟 胡锦铭 可能如果是李文的话 就一定是找一个球员 我刚才说的 去逗他 王俊浩 又或者是 俄罗峰 甚至乎迪高 或者再签一些球员 回来 我不知道杜杜 可不可以打个防中位 打中坚会好一点 他逗他 变成了他们前场 给释放他们两个 就会好一点 因为我想 暂时李文都应该 找不到一个女士 陈俊落这些 box to box 的球员 在这里 嗯 其实只有外援才能做到这件事 就是 在香港的华人球员里面 就是 你看到上季 王威 其实在 季尾那段时间 是做了很多 堕后中场 教炮的工作 其实是 以他的体能上 和速度上 是做不到这件事的 你看到他季尾有多长波 那现在胡锦铭 如果真是加盟了李文 那其实可以释放了王威 压回上前 那令到王威做的工作 少了很多 尊心做进攻 其实我想 我有这样的想法 胡锦铭就一直都在一个 额尾于顶 做一个组织 做一个 做一个 全球给王威 然后王威 我觉得王威 他不会踢在正中间 我猜他也是靠边路去球 会令到他会舒服 因为你见到王威 他今季 其实很多时候 中间活动呢 其实是令到他 踢得很辛苦 那我觉得 如果胡锦铭加盟了李文 那王威移回去 在哪里踢呢 王威会舒服很多 那李文这个收购 基本上 我们都觉得是99%的了 那都不能脱脱的了 那如果这个组合 是值得期待的 最重要就是 后面的防中 就是我看 之前看李文开操的时候 访问盐乐峰 盐乐峰说 其实他贵美 狀态这么低 跌得这么快 是因为他有伤了 带伤上阵的 其实他现在都操不了球 现在都是慢慢做体能训练的 那希望他如果 如果 对脚好 操起这种状态 那么他就 踢回防守中场 可以令到胡锦铭和王威 踢得舒服 因为 如果你再靠敌高呢 其实李文也挺麻烦的 那个中场 防守 他季初 季尾的时候 已经比季初好很多了 只是到了季尾 已经算是 赤了一点 但是也是不合格的 这个李文的医疗问题 其实我在之前已经说过 为什么球员会伤 也不要不断地伤呢 为什么球员会越粗 越差呢 就算其他资源没有你们 那么多的球员 比如流浪 医疗上是否有问题呢 这些真的要理由他们自己好好去解决 我们就知道内情是这样的 那么说回东方 第二个就是巴道姆 这个就叫做大家都比较是一个令人意外 因为我自己对于巴道姆 评价挺高的 因为他真的什么都做到的 你不能说他去到很高级数 但是你说要他撲船带射等等停波 什么他都可以做到的 但是可能刚才这么说 老板可能看到青春攀行 奴比奴行 其他球队的压力都不是那么大 我们又不是想着拿些什么 亚洲彩资格或者拿些什么锦标 不如就把一些高身份子 如果合约都到期的 或者怎么样的 让他们离开 那么因为现在呢 我觉得他一定有球员加盟 但是就不知道 因为暂时我就这么看 其实前锋只有孙敏锦一个 最多就是余在燕 余在燕就中场了 你说 让你把Anson放在前锋 其实他都是没有前锋 当然他一定会有签人 有签哪个我们又不知道 但是这个对于 他们对于给一个外界的信息 就是东方是再度的大改革了 青春班 是的 一定走这个路线 其实我觉得如果今季他这样 就是 最后一年合约的那些高身球员都来队 对了 那么其实他都差不多了 就留下阿辉在那里而已 因为老大哥一定要 和阿傻邦在那里 震着那场而已而已 基本上都只有这两个高身而已 那么其实我经常都觉得如果东方 就是他今季的彻底度更加大 其实我觉得他会出事的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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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你看到就是 除非他找到一些 又便宜又正的外援 回来 替回某些位置上面 他缺少的东西 那如果他真的 基本上我觉得他 如果找些 找些年轻球员 他都是U18 找上来而已 但是他U18都放走了很多 很多都不签职业合约都放走了 那你还可以找哪些人呢 你现在都是在U23 那些超龄球员 找他回来 或者在晋风 或者会在晋风 找一些 这些24、25岁的球员 但是他其实 他的层次 是不是可以踢到 那个level 其实大家心中有数 你说起晋风 那他又说千万贝利保杀 那现在好像没有个影 究竟是 是啊 究竟是没搞定 还是没落实呢 就是 你说还有其他球员走的 譬如蔡立正 简古尔 阿力斯组 但是你说 蔡立正和简古尔 对于球队有没有很大的帮助 其实都没什么帮助 我觉得 但是之前有说过 蔡立正就踢踢踢踢 其实都不是太大用途 简古尔不用说了 这些年轻球员的进步 除了 路比道的调教得然之外 其实外援也帮了很多 你如果有一个巴道姆在前面 当然隔离的年轻球员 譬如拍拔那些 可能相对上面 对着他的防守的注意度 比较少一点 你始终有个外援 就多一点空间 那你由一个叫做 在隔离慢慢辅助的角色 变成一个主角的时候 如果没有一些 真是好少少外援带着 究竟会不会有问题 这个是很值得商榷的地方 我觉得 那其实 先说一下 上季巴道姆做了很多事情 一个人都玩了 他可以被路比道 调教到一个中锋 在哪里做过控球 护球 打反击的角色 其实是很厉害的 除非他真的 很高人工 那个人工 东方也接受不了 所以才不逐约 这也是可惜的 给Tony Gary说的一件事 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主因 因为 从一个球员的层面来看 我今季 一个人carry 你整个 东方的进攻线 逐年这些 傾逐约 一定是会 是想为自己 争取一个最大的 加密下去 但是 大家都知道 东方 其实都 青年班 属皮 这样玩法 嗯 他可能真的 像你们说的 就好像当年 青年班 玩咯 最后玩不了 大家 又治干了 又治干了 但是我又 当然不希望 我们走到这一步 但是 很明显 大家如果有看 香港体育的 那个走势 都知道 东方是将 九成九的资源 丢去南球那边 是啊 大家就知道什么事 一句说完了 大家知道什么事 东方篮球队有什么 是 正在做 大项目 而东方足球队有什么 大家可以自己找一下资料 嗯 是啊 你说 现在 后防方面 朱康铭走了 朱康铭 其实摆成不够 班 他又 被他打中坚 到之后都不敢 搞了 打架 打架 右架 没有速度的右架 那就是搞笑 朱康铭就不用说了 其实这个球员 我觉得挺浪费的 真的可惜 因为身形真的好 你打前锋 你有这样的身形 在华人很难搞的 但是 就是你连去到深水埗 都踢到这样的 就是 大家看得出 这个不是你实不实力的问题 你有没有认真去对待 是的 就是大家看得出 你完全都不是路的 那 到球会 我记得他转去东方的时候 其实大家都寄予后望 始终在预议队的欲差 但是 又被人放弃了 那 都还有很多球会可以收留他 我相信之后 但是 机会就越来越少了 后方 王浩然加盟 因为主要来说 马高斯大家都会认为 他打一个中场会好些 他打中坚和中场都可以 但是对于东方来说 他打个中场 威胁程度就高很多了 但是 我觉得另外一个原因就是 中乐安那里 中乐安 除了季初那段时间 不是季初 他来的初段时间 比较多上阵之后 他的伤患也挺多 断断续续 不是断续续 一段时间都没有再出场 先不说他的心是放在哪里 我相信可能这个球员的伤患也挺麻烦 而相信王浩然的加盟 是一个挺有帮助的 始终他之前已经去到 要找傻帮打中坚 虽然打得挺好 但是你说正中坚 如果中乐安不行 其实只剩下高速巴耶夫 打高斯 梁冠冲 也算是有些级数的球员 但是你说梁冠冲 现在打不打中坚 应该都慢慢的 大家看到了 所以王浩然我相信 他很幸好 由当时摸了提议院之后 来到U23 现在上回东方 我相信他这一年都会比较多 正算机会 不要理会对球员的成绩是怎么样 但是能够可以在一些比较大型的球会 一个比较好的教练上面 吸收多些 始终中坚 你说多又不是多 但是还中坚一定是 抢手过来的 好事来的 对于他来说是好事 我觉得挺替他开心的 因为我觉得他也是一个 挺努力的球员 都25岁了吧 是啊 原来都25岁 就是你说 香港 球员 去到25岁 先说有少少 被人看到他 他开始成熟 其实真的 都很严重 就是我们香港球员 就是 有可能就是 那几年疫情之后 很影响这一群 中生代那群球员那些出场 那些机会经验 真的 令到这群人都很理计 他那个身形 年轻人来说 就是早几年已经是 这样的身形 真的很顶级 以华人的年轻 这个身形 很难得 所以大家都很想他 可以好 就是 比较粗粗一点 所以都比较粗 但是 去到一些好的教练 有时候球员 要进步 其实一两季就可以了 可以脱胎活活 有些 磨懒痴都不行 当然 我们再说一下 中村有人 就是挂虚的 中村有人 我看一下这个 明报的新闻 中村有人 在6月24日的时候 在个人网站宣布挂虚 结束15年的职业生涯 和返回日本生活 这个36岁的入籍兵 在民中称 对于入籍成为香港人 相当感到自豪 我看过那些片子 他说他会保留 中华人民共和国 香港特别行政区的passport 先听着 他说 感谢香港和葡萄牙的15个球柜 我会保留 非常自豪的香港特区护照 回到日本 非常感谢过去的所有队友 教练 球运职员 老板 赞助商 球迷 特别感谢太太和佳仁 他好像是在香港认识太太 我没有记错的话 他在2018年就获得特区护照 至今为港祝 肯定是上赠一场 就是2018年作客有赛这个印尼队 之后就有入围初选名单 但最后就去不了东亚波的决赛周 大家先说一下那个印象 我先说一下 中村幼云 我最有印象 就是第一年 他和江野阿恒 一起来到天守为飞马的时候 江野阿恒就惹人旋风 他和江野阿恒的表现不好 但反而看到中村幼云的年轻 很棒 年轻的时候速度真的很快 技术不算很好 当时就再粗一点 但是很拼薄 真的挺有feel 这个球员 就踢了那半季 一季半季 然后就去了葡萄牙 很快又再回来 打过很多不同的球会 他也是由前锋打到中场 近年都已经去到一个防守中场 或者8号这些素档型的中场 2009年天守为飞马 11年至14年公民 14年至16年就南华 曾经借过去黄大仙 16年至18年就去过黄库大埔 还拿过冠军 那年好时候 18年至20年就在杰志 然后中间借过去大埔 不 1920年那年大埔冠军 然后20年至23年就是李文 大家先讲讲中村幼云 其实我的印象是他踢南华 其实都不是很多印象 因为 是啊 不知为什么 因为他是张生带来的 因为他之前踢公民 是 那是张康央带来的 哇 大哥 我们南华球迷 不是啊 中村幼云 那初初也有一点期望 因为他那时候 那些公民都踢得挺好的 但是 来到南华 他完全不适应 哈哈 就是 有可能踢几场 至少已经落下后被踢了 他已经是 就是完全是 踢不到个卡士出来的 那 还有 还有他 因为他 因为他之后入籍才可以 可以踢到这么久的 那如果以他那个 体能状况 和他的伤害 其实 他最高峰已经是公民了 我觉得 因为公民的 刑警察 平拼 製造 平拼 那些气氛 使他们 是之后 他们拼得 Click. 大家都拼命了 你看众自己的公民 他已經是沒有什麼速度 又沒有什麼技術 那他靠走來走去 那時候我們之前做節目都有講過 希望他入香港 選他入香港隊 都是等他在中慈場走來走去 希望可以靠那十幾分鐘 他的體能、活力 希望可以衝光人家後防 但是最後他都入不回香港隊 這一點是有一點點可惜的 因為這些是工具人 只有一個東西 就是走來走去 其實他又沒有什麼做到的 你之後好像你說的之後 踢進攻中場也好 踢什麼位都好 他其實都是這樣的 就是走來走去 靠個體能、靠個跑動 其實其他那些技術 那方面他都已經開始下降 下滑得多厲害 那何不可以李文尾段 他經常傷的 是啊 經常傷之外 始終他年輕 剛才說他都是速度 拼搏 當你那個速度真的減弱了 你也都年紀大了 拼搏 你肯拼搏 或者是未必能拼搏回來的 那技術就見了底 那幾下就會見到技術 還有他當他沒有速度之後 其實挺四不像的 你說不出他有什麼優點 你說他射球也不是特別準 傳球也不是特別厲害 搶球也不是特別厲害 是吧 又不快了 那究竟有些什麼 但是你說他是不是值得放棄球員 他又感覺上 如果你再接受香港球員 你好像不是太差 但是他的賣點在哪裏呢 教練為什麼要用他呢 除了塞位之外 我真的想不到有些什麼是適合他 你說有些什麼長處 我真的不是很想到這件事 嗯 又只有那些跑動 那些拼搏 之後這幾季 其實都看不到有什麼表現到 最多就是李文 他來李文第一季 會好些 之後都是傷多多踢 是的 那他在香港隊 只是有賽印尼的時候 曾經上過陣一場 那也都想說一說 其實我看了這麼多年 就是叫做 我自己覺得一個 一個外援來到香港 打足七年的入籍兵的新浪潮 其實就慢慢慢慢開始完結了 當然我們還會有 阿拉伯 皮鵬 羅迪古斯 等等這些 的球員 就是等著他入籍 但是你說 真真正正 大過七年 其實快的都要八年 再多一年才能拿到特區護照 那你經常有多少個球員 入籍之後 對那對球是很有幫助的呢 不如我們可以逐個逐個數 大家想到就可以數出來 先說譬如說 佐迪 列斯奧 和丹尼這三個 那佐迪其實入籍之後 他踢過大賽 踢過亞運 那西福奧維塘也有過 但是他當他真的要踢的時候 其實基本上他 那個速度 也是那種的 速度已經沒有了 他是 當然佐迪的把握力很強 但是他去到國際賽 跟那些外隊踢了 那你沒有了那個速度的時候 你是不是這麼容易 就可以去到 給到射門的機會 你去把握到呢 那麼 列斯奧也是踢過亞運 但是你說 他入籍之後 那個傷患的程度之多 始終都不是年紀輕 那麼丹尼算是比較多的 但是都已經 當然大家有句笑話 就是丹尼怎樣地獄都好 都沒有人可以超越到他 沒有人是 是 因為香港隊沒有左閘 沒有左腳的 超奇怪 你問我 他踢到下來 是不是又真的很好呢 其實都是被人爆 就是我們 始終我們的球員 你說 譬如一些高帆 或者 阿力斯的例子 是 他很小過來 他就可以 七年八年時間之後 還是二十多歲 入籍兵 在當打 但是問題就是 他都沒有在他的國家 受過一些很好的足球訓練 成為一個職業足球員 他又來到香港 幸好 可能踢低足球 慢慢上來 慢慢學踢球 才可以上來 是啊 這次球員 他有速度 有體力 但是他的技術 是不是真的可以變成 真的可以 對我們香港隊 很有很有幫助呢 那 有未必的 有些人會有的 譬如 謝家強 我們等了他很久 最後都是等了七年八年 但是他自己 其實這個是最好的 又不是很老 三十一 三十一 三十二 是 三十左右 他可以再踢很多年港隊 但是他自己 又選擇了退休 那 Garry你覺得怎樣 其實我們 這十幾年 就是 金盆坤年代 開始 就是 很多入籍兵 就是 我猜 就是 因為 零七零零八 開始 就是零六 開始 因為那時候 可以 很多外援 試過 那時候 東方 升上來 甲組 那時候 頂級聯賽 甲組可以用 十個外援 是啊 其實那時候 就留下了很多 比較有質素的外援 在香港 西下西下 很多 那時候 有一批 可以有十幾個可以入籍的 即是分批 逐年 有兩三個 到現在一直帶下來 那 其實 你說 是不是真的 對香港隊 有幫助呢 那 因為 我們很多入籍兵 都是踢幾場 就沒有 就沒有了 已經是 那所以 其實你記不記得 伊達都踢過香港隊 是啊 伊達 看到這個表 其實很多 很多伊達 保連盧 是啊 又踢幾場 這些踢得很少 其實很多都踢很少 很多 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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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入籍政策 就是七年 七年之後可以申請 那 接著又要 申請的時候 半年至一年都不等 其實已經差不多八年 出到來 有很多球員 已經 差不多 去到 四十 四十 有些 很多都去到三十八 九歲 才可以入籍 其實他還可以有 多少貢獻 給香港隊呢 其實不是很多 香港隊 都已經不是多比賽的了 哈哈 那 你更加 基本上沒有什麼機會 好像中村友人那樣 他一百年入籍 有幾多機會 給他可以踢到香港隊 那之後又疫情了 二零年開始 基本上他都沒有比賽 因為他的時間 又是不對 又是搞到他沒有在香港隊 可以有機會給他上陣 其實那些好像伊達那樣 其實那時候 他入籍 他入籍 入到很老 是啊 還有呢 有一批 那個年代來香港踢球 那幫球員 入組織那幫 其實拿香港 為什麼 要入籍呢 其實很多都是為了上中超 上中甲 踢 所以有很多 好像剛才提到高凡 那樣 他有中甲中超球會 踢的 他只有誰跟你代表香港 就是這樣 科夫 科夫 多一點的 即使你也多一點的 都上了中超 聶靈峰 也是踢得很少 期間限定 Tony說一下 其實最有印象 就是 像Gary所說 就是 Kim Sir 世界盃外圍賽 那段時間 那一堆 我自己 最亮眼 一定是聶靈峰 他 在 就是 我自己 唯一一場 現場看他的 就是大球場 對著 不知道對著 阿聯酋 對著 阿聯酋 對阿聯酋 對阿聯酋 很好看的 真的很好看的 但是又是傷 玻璃腳 對 那時候應該是 深圳窮轉 還是不知道哪一隊 又是 經常傷 然後就是 基南亞 又是 那時候 好像 那時候很熱血 因為 每個人 其實你踢後防 都覺得你很熱血 兩場 和中 兩場 都 基南亞 好像一夫當關 然後我們 葉鴻輝又是 萬夫 你記不記得那場 基南亞 那場是後備落場的 因為 大豪傷了 幾分鐘就傷了 基南亞 下來 好像一夫當關 就是說他好 就是說他好彩 大豪 沒有彩 真的 所以 這樣造就了他 上去 對阿 跟著你說 數到下面 你說 有很亮眼的表現給我 都是 下來了 因為長齊 對阿 很左閘 你之後 下面 你看下去那一群 其實沒有什麼 其實新組 其實新組 就是好一點 新組 有些幫 我們有些幫助 新組 就是我們那時候 可能因為2015年的風氣 令到那個球壇 或者是很多球會 那當然 結智其實 當然是一個 第一個帶頭 去找很多 叫做假鬼 俗稱假鬼 那時候就 塞了一群人過來 那時候 那個時候 每個人都說 等入籍 那些什麼 林志堅 又 林欣許 跟著 那時候 每個人都 FF 等入籍 蘇沙呢 蘇沙 他入了 蘇沙 他入了 但他入了 就踢不到 又低了 入了 就已經踢不到 多辛苦 那時候 19歲來香港 踢籃 那時候 羅沙 那時候 羅沙 那時候說 培養他 25、6歲 可以代表香港 來到香港 又拆花 希望代表到香港 誰知道他中間斷了 真的沒有用 等到他夠七年了 又低了 傷都踢不到 太多了 真是太多了 他真是不幸運 是啊 譬如你講 尾一點點的 迪高也是 等到他入籍就傷 費蘭道也是 等到他入籍就已經傷了 是吧 杜馬斯這些 本身就 真是順暗 他沒有傷的 他踢到的 但不要選他 但是我覺得 假鬼那樣東西 現在就 一定要 日落條款 之前那些就算夠了 之後那些就一定要有 護照才可以當成本地球員 是吧 其實這件事 我覺得比較好一點點 始終你 再用一番 叫做假鬼 就是林志堅 那些 對於那個足球 香港足球 未來未必有幫助 但是只是給結智 他有好處 其實沒有這件事 都叫做好一點的 我覺得 慢慢慢慢就收拾 發水的變相現在就會少了 這些就是叫做 入籍兵 去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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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到其他球員上位 就是阻止其他球員上位 就是如果你要說到 萬血兒都不是的 華人的 那些沒得說 但是就是 現在的風氣 不得不承認 是慢慢慢慢開始少的 那就是結智 為什麼還這麼多 就是因為他在擁那些 三四十歲的那些 大佬 四十歲的那些 老鬼兵團 大佬 那些後衛 但是他總有一天 他要換回VN 我相信也沒有那麼多 日直兵給他的 到其時他會 用多些清分 還是怎樣 就是再拭目以待 那麼最後講完呢 我們香港隊呢 這個排名呢 就 嗯 近期就開始有跌了 149 我看過原來最差呢 就是2012年的172 但是呢 那時候呢 可能因為排名低了 應該是 有幾個大賽 就第一圈已經出局 所以呢 就整天都沒有比賽 整年可能只有一兩場 就跌到一百七十幾 那麼 KIM教授呢 就開始就 勝了 有二賽贏了 也都 2015年的那個 阿州杯外圍賽 是的 阿州杯外圍賽的時候 贏了越南 贏了三年的時候 所以呢 就 那個排名 就回到一百三十幾 很快 兩年就回到一百三十幾 但是 現在呢 我們就跌到到一百四十九 那本來就想著 因為這幾場就不停輸 沒有負贏過 那我們就 我們就 可能以射一杯外圍賽 就可能第一圈了 但是呢 根據這個呢 Number 波12 頭十二的一個IG 那裡所說 AFC的競賽會 就進行了會議 通過幾樣東西 由於這個北馬里 立群島上未成為FIVA會員 就不合資格參加 世界杯外圍賽 我們參加明年 亞洲外圍附加賽 所以 今年十月的世界杯外圍賽 第一圈 就不會有他們的 根據這個第一個決定 扣除 仍然被FIVA 暫停會值的 在斯里蘭卡 世界杯外圍賽 預計有四十五隊參加 所以 現在亞洲排名 二十六和二十七的 香港隊 和波威特 相信可以直入第二圈 最後十八隊就參加第一圈 那就叫做好彩的 但是說到斯里蘭卡 我想說 那天看到這個東南海盃 有Youtube直播 他就是東南海盃 他打一人 我還看到他入球球 斯里蘭卡的隊長 去到東區效力 踢完這個東南海盃 香港隊就叫做好彩 因為很多人說不要緊 打了兩場球 但是我的意見又不是 因為很容易出事 你說的那十八隊 你不知道你會再嚇什麼地方 主場就可能吃硬 但是以我們現在的功力 是不是真的吃硬 因為有些人說 斯里蘭卡拉也挺厲害的 是吧 斯里蘭卡拉那些 那我們是不是很有把握呢 這個也是存在一個問題來的 但是你說 入到第二圈 直接打分組賽 我覺得香港的球隊 應該之後就不會是賽會制 應該是主要制 不知道有沒有這樣的優勢 但是大家對於去到149年的排名 有什麼看法 就像Garry Wright那些 去拆排名好一點 還是怎麼樣呢 但是其實那時候你說 現在安達臣這個舉動 其實是沒有什麼所謂的 我覺得 就是為了香港隊 那你都要約一些強一點的對手 是不是 是 是 那你繼續約一些弱的對手 那其實你贏球 是呀 那個世界排比很高 但是你對香港隊 有什麼幫助呢 那沒有啊 有多少幫助呢 就是例如有些人說 之後你會約到澳門 有賽 有些人罵安達臣 做什麼你又要約到澳門 你之前 約泰國踢的 但是安達臣都說 嘩 現在我們要練到進攻 大哥 我們不懂得入球 要練到進攻 所以要約到澳門 希望是做個主動 那場球是練主動 那你之前去泰國 對越南都是做好防守 是 做一些underdog的工作 看看對球可以防守 都有多少能力 那你之後 那防守能力 你覺得安達臣 我覺得安達臣是滿意的 這兩場的比賽的防守能力 那之後他約到澳門 就連回進攻 因為那兩場球 其實是有很多機會 但是把握不到 那是一個可惜的 那不是全場球被人壓著來打 其實都已經是有進步了 那你說 輸了那兩場球 那就跌回到147 那其實如果是看排名 Ian當然是很表面 這樣也不行 安達臣能不能捱到的 這個任期 剛剛做了約 會不會很快被人解僱 但是我覺得就是 安達臣的部署是 是好的 對香港對球員成長是好的 這個147 你當見不到 大哥 其實 你升10位 還有跌10位 其實對之後的幾十 亞洲賽 圍賽 其實分別是不大的 因為他對 都是那些對手 那其實 現在又是要香港對進步 是不是 其實我覺得這個排名 你可以不理 如果做球迷來說 我同意的 因為你問我怎麼看呢 我只是看正賽而已 所有那些友誼賽呢 其實呢 我說明友誼賽 當然是用來練兵 練戰術的 那對於我來說呢 就算輸了都好 總之我看到你是有一個很明確的要求 或者戰術方向的話 我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因為很多人 喜歡拿Fever的排名來打飛機 其實就是覺得 你越低 就是低排名低 就等於廢 所以為什麼Gary Wright 會這麼多人 支持他 或者是這麼多人覺得他好 就是因為他懂得玩這個方程式 但是 像Gary所說的 約澳門 其實早就說了 就是要練進攻 那麼我們之前都那些 就是對越南啊 對泰國啊 已經說過就是 你要有一個明確的方向 你知道你在走這條路 其實我啊 我自己 一定支持的 因為比起過往 你說 我們經常都是 就是 我們 我在 我們開節目的時候 我們都說了一件事 就是 比起過往 只是約新加坡啊 約馬來西亞 那些這樣的對手 其實真的看得厭 我看了 我就是我自己 看香港的波 連枝都不是長的了 但是 香港隊永遠都是 對那幾支對手 就是 我看又看得悶 可能連港隊那幫人 啊 又是這幫女的對手 會 會挖啞的 有時候這些事情 那麼 現在安達臣 他可以約到一些 就是世界杯十強的對手 越南啊 或者是一些東南亞勁女 泰國啊 那麼這些是 非常之好的 我自己覺得 那麼 只要你約澳門 你解釋到 是不是 他要連架 那有什麼問題呢 是不是 其實世界排名這件事呢 我都 想說說 當然是一個參考數字 你說我頭十那些 當然會比較強一些 但是呢 你說去到百多那些 和我們附近的 不是說亞洲的球隊 其實是否真的會弱過我們呢 我之前看過一個 叫做報道 就是說盧森堡 盧森堡以前不是很弱的 魚腩 對 現在就進步了一步 盧森堡 其實盧森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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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盧森堡 他們比較高一些 他們現在就去到九十幾 最低的時候 2006年就一百九十五 一定是低於我們香港的 但是為什麼會去到這樣的排名 因為他們經常 譬如 不要說盧森堡 現在都九十幾 譬如 那些叫做 聖馬利諾 烈斯敦士登 又或者那個直播羅座 可以說直播羅座 直播羅座 他的排名一定是不高的 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他拿不到分 為什麼拿不到分 因為以前那些歐洲 歐洲杯外圍賽 小杯外圍賽 經常是對主強隊 現在是歐國聯 才叫做可以對回一些 差不多沒有的球隊 拿回一點點分 不然其實那些直 都拿不到分 但是他拿在Fever排名 拿不到分 但是他實際的經驗 他拿到的 那些球隊 對著這麼強的對手 如果他對著香港隊 加上他們是外國 我們譬如當高他三十個排名 我們是否會輸給他呢 我覺得不是 另一個例子 卡塔爾剛剛去打美洲金杯 好像是對著海地 都輸 都輸 卡塔爾是排名幾十的 海地 我想再之後 因為美登金杯 我以前有看過 那些球員 當然是程度上的問題 等級上的問題 但那些球員 在說的是 浮大力紅 有些技術 其實你說真的放在亞洲球隊那裡 他可能會殺光的 可能會殺光的 大家有沒有這方面的經驗 可以分享一下 其實你看到 澳洲 初初進來亞洲區都殺光的 人高度 人身形 其實就是亞洲 地區的球員 都是普遍 體格上 沒有那麼高大 那時候澳洲 初初來 踢亞洲球都殺光的 欺負死的 那你之後就是 因為 慢慢對得多了 其他亞洲國家 那其實呢 拉近 拉近很多距離 其實你這幾年澳洲隊都很辛苦 才出到線 的 因為距離拉近了 因為你踢得多 你又 各樣東西你都會針對 為了對手針對他 而做一個 為自己國家的足球員做一個培養 針對自己的弱點 做一個培訓的 那慢慢的距離 就拉近了 其實我們現在香港隊都 安達成其實是想做這樣 就是他現手 這堆牌 希望可以做到些什麼 其實安達成是很清楚明白的 但是我怕是有很多人都不知道 如果批評那兩場友誼賽輸球的球迷 其實安達成是在做很多事情 那不要 就是亞洲球外圍賽輸球 撇開他 不要想了 現在是 有一個進化 為個亞洲球的決賽州來備戰 那你 對波爾有進步才可以去另一個層次的 那你整天都說 其實我們現在對馬來西亞都踢得很辛苦的 那KIMSIR教馬來西亞 那馬來西亞那手牌 令到KIMSIR可以做到 令到對波爾有一個進步 那就OK了 你看到馬來西亞的進步是很大的 贏對波十比零 那些人說那對波爾的實力應該起碼有新加坡 十比零 馬來西亞真是很厲害的 但是馬來西亞 適合KIMSIR教的 那些球 馬來西亞對著泰國對著越南 都是傻子 真的 我講堅踢 那些什麼老虎杯 那些堅踢 都是不夠他踢的 你想想一下 那個 真是亞洲那個 是幾誇張 不是因為分了很多個級數 因為有些很弱就真的很弱 我們香港對這些 你說他很弱 又不是很弱 但是你說強又不是很強 他是中下 中下那個水平 現在就是 就是三不掌 排第24 亞洲排第24 就是中下 那難道每次都對澳門嗎 是不是 那你不可能的 那你現在 中華台北都進步了 那為什麼我們 中華台北都不容易踢的 是啊 前兩年我們已經輸球了 已經輸了 其實都不容易踢的 跟他們踢 是啊 所以 就是 一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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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看 而看 對球 教練在做什麼 是啊 不過就幸運 真的不用打大血 我真的幸運 我自己覺得 嘩 你這麼悲觀 你真是怕他第一圈都糟糕 很難說 大哥 很多年前第一圈都輸過 給土庫曼的 我那時候連土庫曼在哪裡都不知道 當然現在就知道土庫曼那些是挺厲害的 那些球隊 不是啊 撞都撞死你了 就是他們不夠球星踢 但是他們都有一個現代足球意識 這件事是我們未必能夠得上的 我用一個最現代化的例子去說 有elite 就是我以前做有elite 香港 全隊香港對對面全部 外國人 一定是全場被人壓制的 香港人那一隊 新型 速度 因為很多港會的球員 有elite 號運那些都會踢的 有elite 那一定會撞死你了 我今天看蕭嘉明的訪問 他說 雖然那些港會的隊友下業餘 但其實很多他們以前都是踢外國的成員 那些真的踢球 那些 在外國有十幾年 可能很多原因做不到職業球員 但是他們有底在那裡 所以千萬不要小看 那我們今天的節目就是差不多 下個星期再和大家見面 好 拜拜 拜拜